社会局这边的话呢 时不时就会有人过来关心他 会送一些食物 我亲眼看到的是水 是过期了半年 再跟我们的同事说一下 出了一点问题 他说他会把这件事情 那边处理的方式的话 会再跟我回报一下 我只是为街友发声 政府部门这样的服务的话 你不点赞吗 大家还记得前几天的影片当中 我说到楼下的街友大哥 他有分享给我一瓶水 这瓶水的话呢 就是社会局送给他的 这两瓶水 然后这两瓶水的话 我无意间发现 他这个的上面写的日期的话 是2022年的5月4号 然后我也有去加勒福拍了一下 证明说这个上面这个日期的话 应该是保值期 加勒福的现在是到2023年的9月 好像是 我那个影片的话呢 是在上周的影片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也有确定 就是有网友朋友跟我讲说 这个水的话会不会是这个 其他人送给街友大哥 然后街友大哥不舍得喝 所以就是放到了过期 那针对这个问题 街友大哥前两天又拿零食给我吃 这个我就下指的时候问了他 我大哥我说那个水啊 我说你拿给我那个水 是谁给你的 他有说了一个人的名字 我说那人是谁啊 然后他就说了是这个社会局的人 我说是社会局的吗 我再次跟他确认 我说是社会局的人吗 他说是 然后我就当时就是跟他讲 因为他当时跟我们家就是同栋 我们家另外一个大哥也很关心这个楼下的街友大哥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抽烟聊天 然后呢刚好是因为有这个附近的邻居可能是 爱心人士 就是给大哥拿了一些饼干 大哥咬不动 那饼干大哥真咬不动 而且他觉得甜食的话都是小朋友吃的 大哥可能比较不爱吃 所以就再次按了我家的门铃 然后我就下楼了 像这个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吃的 但是就是太脆太硬了 那我吃还不错 这大哥咬不动 我说这个水的话呢 是谁送给你的 大哥很清楚的告诉我是社会局的人 我就有跟他讲 我说那个水 我说你不要喝 我说那个水过期了 是2022年的5月份就过期了 然后刚好就我家楼下那个大哥 不是他也在吗 他们一起在抽烟聊天 然后我家楼下大哥说的 上次那个泡面呢也是过期的 真的很扯 大哥这样讲 然后我就说 我说对啊 我说我上次有听你讲 就这件事情我们就重新讲 提了一下 我说我要不要给那个谁 社会局打电话 大哥不要不要 大哥还是这个状态 就是街友大哥 不要不要 到时候连吃都没得吃 就是怕人家不送给他的意思 我说这样好了大哥 我说我会跟社会局讲一下 我说这件事情 可能也不单单发生在你身上 我说我也不说是在哪里 尽量不说 只是提醒他们 让他们把食品先进先出这样 我有跟大哥提到了 所以说 其实大哥这种 他就算说到过期的东西 他也不敢讲 好那我打电话给一下社会局 桃园市政府您好 请直播分级号码 呼勃0 有总记人员为您服务 谢谢 请稍后 有总记人员为您服务 我在网上查 那这个是社会局 你好 我想要转社会局 对 请问让我社会局找哪个单位 请问哪个部门是负责 就是给街友 街友这些人的话 给他们发放食物的呢 谢谢 你好 是这样的 就是我家附近有一位街友先生 这样的一位街友大哥 那之前的话我也帮他照课过 就是社会局这边的话呢 时不时就会有人过来关心他 会送一些食物 但是 谢谢 谢谢给大哥这样的帮助 但是我 但是我发现说 大哥这边有收到 就是这个街友大哥这边 他有收到食物哈 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是水 是过期了半年 那个水 这个瓶子上的日期是2022年5月4号 所以说已经是过期半年的 那你有问过他说 这个水是社工给你的 还是他去外面拿的吗 是 他我有问过了 确认过了 这个水的话是社工拿来的 对 而且是 譬如说前一天社工来 大哥第二天拿给我了 哦 就这样 请我喝了一瓶水了 我这样讲 就是这个大哥的话 他不想说 因为他怕说 是不是往上面反应了之后的话 你们就是不会再派送东西给他 应该不会 这大哥担心 对 但是你知道他就是能得来食物的话 他已经觉得很珍贵 你知道吗 就是 对 我是之前有听我们家同一栋楼 其他也有人关心这个大哥 就说泡面也发生过过期的事情 但是这个泡面的话我没有看到 所以说我不跟你讲这个 就是 但是我只跟你说 就是 对 我只说我看到的这瓶水已经过期半年了 了解 所以 这位姐姐 你有需要说我到时候跟承拔的事 是不是 因为我比较担心 会不会是那一批 其实我是想跟这边讲说 看你们要不要讨论一下 就是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没关系 我不介意 但是那个大哥的话 我就不透露他的信息了 不会啊 再跟我们的同事说一下 好 对啊 那边也会自己的关系 出了一点问题 我是想说 我觉得你们应该开会 就是讨论一下说 食品的部分 真的要先进先出 然后刚才我那个电话打完了 就因为我那手机内存不足了 所以说 我就 可能没有录下很完整的 然后就是 我跟大家讲一下 刚才打电话到那个 社会局之后的话 社会局的这个 接待电话的 这个接电话的 这个接待人员的话 态度非常好 影片当中应该听得出来 是一个男生 然后态度非常好 他一开始的话呢 是有问我说 哎 你要不要姐姐 要不要提供一下这个 就是说这个 大哥的这个名字 基友大哥的名字 他们想看看说 到底是可能 想说看是谁负责的 这样 然后我说这个 我有说了这个情况 我说基友大哥不想提供 我说他可能怕再拿不到东西 然后工作人员很可能 不会了 应该不会这样 就是都很亲切 整个的态度很亲切 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一个大陆人的口音 打电话去 接待人员一样 很亲切的接待 并不会因为说 我觉得我是大陆人 怎么样 还有不同的待遇 这个是我要讲的 在影片里面 很多人可能会看 我影片的一些 大陆人就会觉得说 我们大陆在这个 大陆人在台湾的话 可能会接受到 不同的待遇 这个接电话的态度的话 应该听得出来吧 这个是政府部门 对不对 社会局 然后的话 他有讲说 因为我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 我说这个大哥怕拿不到东西 有顾虑 所以说他们也没有一直说要问 也没有说 那你要不说地方的话 我们就找不到人了 不知道谁负责的 他们都没有讲这样的话 那就是我第一直观的话 我就跟他讲 我说 没有说要谴责贼会获得怎么样 我说我只想提醒说 也许你们的工作量很大 这可以理解 因为肯定是工作人员少 面对的要服务的街友很多 我说你们的工作量很大 这样 我说看 要不要这个就是 我有跟他讲 我说看要不要提醒大家 就是食品肯定也很多 大家各方面捐赠的 对不对 我说要不要就是把东西 先进先出食品这一块 我说有可能是说 就是比如说一个固定的地点 比如说在这个房间里面 大家可能是放的这个 这些物资 那有可能就是 又来新的了 他们就把新的往上放 可能忽略掉了 下面的东西的日期是更早一些的 我有跟他这样讲 他说对对对 他说这个是他们要检讨的 我说我只是希望说 你们可不可以沟通一下 说食品的部分要先进先出 他说对对对 这是一定的 他说这个也是我们的疏忽 就是他们也承认说 这是他们的疏忽 就是说会改进 那么这个 接待我电话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话呢 他有问了我姓名可否留 我说我当然可以啊 我把我的姓名跟电话连留给他了 他说他会把这件事情 他们怎么 就是怎么那边处理的方式的话 会再跟我回报一下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不错的 我不知道说你看我影片的大陆人 大陆朋友 大陆网友 就是你觉得说 设在我们大陆的话 你这种 设你给这个政府部门打电话去的话 政府部门会不会说我会再回电话给你报告一下 有没有这样的 台湾的话你看 我只是为街友发声 为这位街友 应该说 无权无事的吧 街友对不对 我为他讲这件事情 他们都愿意再回电话给我报告一下这件事情 说跟我回报一下 他们这边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啦 还是说这样的一个沟通后的结果 我说好呢 太感谢了 就是这样 让我感觉到非常不同的就是 他们有重视 对这个工作人员也说 说这是人权的问题 他说这是人权的问题 他们就连 不是说给街友的话 他说也不可以给街友是这样的东西 我说我相信你们绝对不是故意的 他说对确实是 这个看看要检讨是不是工作的疏忽 要怎么改进 我说是 我说我相信你们绝对不是故意的 我说因为你们有这个部门 你们的人都是充满 爱心的 你们都是愿意去帮助街友的 才会 因为街友不是说只住在这一个地方 他们会分散很多地方 他们都愿意说 风里来雨里去的 不管夏天还是冬天 对不对 他们都去帮这些街友服务 我觉得说这已经是 做到很好的事情 很感恩的事情 但是 出了这一点点小疏忽 我愿意去提醒他们 他们也愿意改正 并没有说 一没有推卸责任 二没有说因为我这个什么 就是说 我的是大陆人的问题 什么来 看不起我跟街友的 这样的什么状态 完全都不存在 所以说就不要再有大陆这些网友 动不动就说什么 什么陆黑地位低什么的 没有 人家没有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没有区分我是哪里的 这个口音 没有区分说我的身份是什么 今天就算是街友自己打电话去 我相信他们也会认真的对待 因为他也没有说你是那个街友吗 他没有问我呀 对不对 然后呢再来就是他愿意回报 政府部门愿意把这个他们沟通后的消息回报给我 这是也让我感觉非常受到尊重 非常受到重视 这样的感受 真的 这政府部门这样的服务的话 你不点赞吗 是不是 政府部门 然后我要强调的就是他们是政府部门 再来的话他们是一个免费的这样的 不是说我花了钱 我说话比较硬气什么的 也没有啊 我没有花钱 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然后看到了这件事情 我跟他们反映 所以说这个让我感触是非常深的 那也想把这件事情分享给大家 跟大家一起讨论 那如果说他回电话给我的话 我看我在哪天的影片里再跟大家讲 好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吧 喜欢这个邮子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这次报红钱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